新闻来源往艺术读 又到一年毕业季 许多毕业生抱怨求职不易 文科专业找到对口工作 更是难上加难 有人甚至吐槽 文科类专业只分三种 考工考编专业 可转码专业和可撤销专业 所谓转码及转行成为程序员 如今已有不少文科生在争相当马农 更有人声称 所有专业的尽头都可以是马农 趁年轻应转进转 马农虽然早已被诟病996 中年危机市场饱和 但仍依旧因为好就业高薪 而受到广泛欢迎 各科都把转码挂在嘴边 简直会让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人 张子怡附体 马农男倒是个很低级的职业吗 所有人都要来分一杯羹 世界尽头不止考编 还有转码 姬太宰志的名言 生而为人 我很抱歉在年轻人中广为流传后 生而为文 我很抱歉 也成为了专属文科生的一种自嘲 这些文科生找工作真的太难了 根据智联招聘 2022年人文学科毕业生的就业签约率 仅12.4% 远不如理工科毕业生 许多文科生所学的知识 难以在职场发挥作用 有人甚至悲观感叹 可能要等到外星人入侵地球时 自己的知识才会派得上用场 于是一些文科生开始通过转码来曲线救国 在豆瓣 Women in Tech大学后悔学法学等小组中 都有不少文科生分享自己转码的经历 有些已成功找到马农工作 有些还在转码的路上 这些文科生中 许多人不仅完全编程零基础 甚至高中毕业后 也未能再接触任何数学课程 习惯了与文字打交道后 有些人刚面对代码时 如同在看天书 除了文科 在豆瓣与转码相关的帖子中 出现第二多的学科大类是商科 不少商科人在大学时就学过C语言 也有人会去做数据科学工程师 让学过的统计知识发挥作用 还有些理工科专业出身的人 也将目光转向了这条赛道 从所谓的天坑专业生化环材 到机械 物理 各专业都加入马农大军 堪称条条大路通 CES 计算机科学 Computer Science的缩写 至于为什么要转码 许多人给出的原因很简单 便是好就业 语言转业相比 程序员可找的岗位实在是太多了 不但互联网行业需要大把的技术人才 银行 房地产等传统行业 也在谋求数字化转型 以至于有些人大龄被裁员后 把转码看作最后的救命稻草 工资高 感兴趣等 也是人们转码的常见理由 还有人认为 马农门坎低 学到些皮毛技能 也能找到一份足够糊口的工作 比如说 想转行成为前端工程师 花几个月速成 HTML CSS JavaScript的三大件 便可能找到一个底层岗位 还有这些年爆火的编程语言 Python 因其容易阅读 方便理解 成为了许多转码小白的首选 就这样 打着零基础转码旗号的各色编程 培训课程 也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 刷朋友圈时 你可能还会看到 好友在编程培训广告下 聊天团建的盛况 仿佛当代人不学点代码 就要成为信息时代的原始人 连教培机构新东方 都在双减政策落地后 投资200万 进军编程培训行业 为了让转码新人能方便找工作 许多编程培训班的课程设置 都直接以就业为导向 并且让学员做项目来包装简历 有些甚至会与外包机构合作 提供保底的就业岗位 选专业不绝 无脑计算机科学 在转码热潮之下 也有人质疑 现在转码约等于49年入国军 马农岗位已经趋于宝和 不向过去能遍地淘金 但事实可能恰恰相反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 于2020年发布的数据 未来十年 外部开发人员的全球需求 将增长13% 软件开发与测试人员的需求 更是会增长22% 远远快于所有职业的平均增长率 在中国 马农相关的职业 也仍然是就业市场的王者 据麦克斯近五年来发布的 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 与计算机相关的本科专业 常年出现在绿牌专业榜单上 信息安全 网络工程 软件工程 已连续五年上榜绿牌专业 数字媒体技术 信息工程 物联网工程等 泛马农专业 也榜上有名 这就意味着 这些专业往往薪资 就业率都持续走高 而且失业量较低 与之相比 黄牌 红牌专业的日子 就没那么好过了 像音乐表演 绘画等艺术专业 都常年被判为红 黄牌 失业风险较大 法学也因为就业困难 被调侃教人学法 千刀万剐 化学 生物 物理等理科专业毕业生 找工作 也是举步维艰 所以 哪怕马农不再像十几年前一样 有着研发跨时代产品的无穷机会 或者是 也在面临降薪 财源的浪潮 但好歹仍有一门技术傍身 不愁长期失业 并且 马农依然有着明显的薪资优势 根据麦克斯 2021届本科毕业生 月收入最高的十个专业中 绝大多数都需要编程技能 其中 月收入最高的专业 是信息安全 平均达到了7439元每月 其次是软件工程 每月平均工资 为7205元 中国统计年间2021亿显示 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 是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平均年薪达到了10.12万元 比台赛第二名的金融业 要高出22% 许多互联网大厂里 同个部门中 985名校出身 有三年工作经历的运营港 薪资可能都赶不上 刚毕业的普通学校技术港 而且技术水平较高的程序员 更是各大大厂的争抢对象 2021年秋季校园招聘中 腾讯 字节跳动等不少大厂 一边减少招聘岗位 一边继续开出更高的薪资 招揽算法等技术人才 马农的前景与前景 也使得许多高中毕业生 在选专业的边缘试探时 无脑投奔计算机 据爱媒咨询 在2022年 中国理科高考志愿填报 异项调查中 有46.5%的受访者 都选择了计算机类 排行第一 马农也有鄙视链 不是想转就能转 不过 马农虽然吃香 但是内部也存在着鄙视链 随着信息产业不断发展 马农这个职业 已经演化出多重宇宙 不但要按工程定位 分为前 后端 还要按应用环境 分为客户端 iOS Android等多种类别 人工智能 大数据 区块链等新岗位 也层出不穷 而这么多细分岗位的薪资待遇 可能也相差极大 同样都是马农 最让人文社科学生 羡慕的是算法或开发岗 平均薪资要遥遥领 限于其他岗位 根据只有集 算法工程师的月平均工资 是2.82万元 其次是各类开发岗 比如客户端开发工程师的 平均月薪 为2.79万元 排行第二 2021年 某Bet大厂的AI算法岗位 开给应届硕士生的月薪 最低就有2万元 加上房补 签字费等福利 年总包薪资 能达到40万元以上 不过 这些高薪岗位 也早已卷成麻花 本专业技术能力强劲的学生 都未必能脱颖而出 可别说半路出家几个月的转行信任了 于是 许多转码的人 尤其是文科生 其实在求职时 都没有太多的选择 只能选择对技术与数学要求 相对没那么高的前端 测试 运维等岗位 而这些更容易入门的岗位 薪资也要低一些 据只有集数据 一个技术支持工程师 每月平均只能拿到9400元 才到算法党的三分之一 前端开发工程师的平均薪资 普遍也要低于后端开发 与此同时 文科生转码 也要考虑到 程序员各岗位的需求差异 2020年的裂拼大数据 显示程序员岗位需求中 排行第一的是 Java工程师 需求占比为17.8% 其次是 外部前端开发工程师 需求占比为9.5% 而高新的算法党需求 仅占4.1% 软件测试岗位 不但薪资靠后 需求更是低至2.1% 除了岗位选择有限之外 转行做马农 也不是毫无门槛的 首先许多岗位 都会对专业 学历 有硬性要求 根据程序员常用平台 Litcode显示的招聘信息 大多数程序员相关职位 都要求是计算机相关专业出身 有些马农职位 因为要用到不少数学统计模型 也欢迎数学 统计学 金融学等专业出身的求职者 而既没有课班背景 又没有数理基础的文科生们 在简历官 可能就要落败 除了专业门槛 许多程序员相关岗位 都要求本科级以上 本科以下或无要求的 仅占到23.4% 而且这个行业的年龄歧视 也依旧存在 计算机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太快 无法跟进 学习的马农们 就可能面临终年危机 人到30岁后惨遭毕业 于是中途转马 尤其是大龄转马的人 就要考虑到 自己是否真的有竞争力 会不会学完几百上千小时的课程后 刚就业不久就被新人取代 终究说来 转化赛道 去迎接新的职业 不只需要一往无前的勇气 还要进行一番深思熟虑 转马从来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编程语言入门容易精通难 况且许多底层的编译原理 数据结构等知识 都很难短期速成 贸然转马的人 可能还没因为工作中的bug而崩溃 就已经被成堆的编程知识劝退 辛辛苦苦下载了编程软件 写的脚本 却永久停留在了入门时的 Hello World 产 rumors 都